这个人的故事是被爆发成电影 就是缅甸将在这个礼拜天呢 4月1号举行议员补选 民主领袖翁山苏姬 参选格外受到外界的瞩目 好不过日前呢传出了翁山苏姬 因为过于疲劳 身体有问题了 暂停这几天的竞选活动 昨天又传出呢病情恶化 翁山苏姬本人今天上午举行的记者会 看起来精神还算蛮不错的 而他除了批评呢 选举过程不民主之外 也表明参选到底的决心